没有一个经历过9月11日恐怖袭击的人 会忘记那一天的痛苦和苦难 这是个糟糕的一天 黑色浓岩在曼哈顿下城 五角大楼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天液上升腾 这魅力场景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庄严的纪念日上那些可怕的袭击 我们怀念那2977个珍贵的灵魂 他们在22年前的那个造成被残忍的夺走 留下了一个永远无法填补的空虚 永远无法填满 无论发生什么 它永远无法填满 我们将为每个魅力的家庭祈祷 他们留下了无法理解的痛苦 他们经历的事情甚至难以置信 我们向消防员伟大的纽约警察局 警察部门之警 他们是多么伟大的人 他们真是太棒了 和纲务局官员弗吉尼亚特区一起工作 五角大楼警察军事服务人员和其他第一相应者 在全国表现出了至高无上的应用 他们去了最恶劣犯罪现场 他们会吃开其他周园 吃世界贸易中心 五角大楼 会去宾夕法尼亚州 许多案件在履行指责是牺牲生命 上帝保佑所有在九二一袭击中丧生的人 永不忘记 永不忘记呢 我们爱你 愿上帝保佑家人 保佑美国 谢谢你 谢谢你